拆多两菜 翻多两饭都 抓到那个敲门了 就OK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过来这边开看材料 我这边就准备了 500克的面粉 这是中筋面粉 就普通的面粉就可以了 就水呢 就是285个毫升 然后盐 盐这边 半汤匙 10克左右 然后就这个 菜油 马杰林啊 或者是巴特都可以了 就看你们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 这个 这个 炼奶 炼奶我会放一汤匙了 然后就没有放鸡蛋了这个 如果 是有吃鸡蛋的话 可以放一粒鸡蛋下去 就连同这个水加起来也是285个毫升了 先把它搅均匀 然后我们才把这个面粉慢慢 倒下去 就这么简单了 搅拌均匀一下 就把这个面粉 倒下去了 把它搅拌均匀了 等下我们才用手去推它去搓它 所以现在是 还是行动管制令啊 去关了 之前是关了30多天 就还一直朝着要吃这个 我就 做了一次了 上一次 就觉得不错 就有放去Facebook 就有朋友说叫我分享做这个拍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做了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好了 那我们用手去搓它啦 就这个 如果是不会打的话 我是用这个擀棍来擀 它们擀它成型 薄的话 那口感也不错 因为毕竟 做这个 Rodichanai 不是那么在行嘛 嘿嘿嘿嘿嘿嘿嘿 自己吃的就可以啦 蛮光滑的哈 成型了 这个时候给它 休息 六到七个钟头啦 等下差不多两个钟头 我才 拿出来搓它一粒 一团 好了 先用东西盖起来 就用这个了 就盖起来 那在等待这个醒面的过程呢 我就准备了这个 扁豆 做这个300克 大的咖喱 这个扁豆咖喱 300克左右这样子啦 就拿去洗洗一下 然后就 蒸嘴 这边300克 够吃这边500 500克的这个 Rodichanai了 好了 现在 都有差不多两个多钟头了 我们就 洗干净它 双手啦 就准备一点这个 煙包油 煮在手那边就 这个 准备搓它 一小粒 搓它一小粒 瘦上来啦 大概大概 是这个分一样啦 以此类推啦 好 这样子 就这样子啦 放在外面 刚才是四个 花了两个多钟头 大概是六到七个钟头 就可以 拆拆吃了 好啦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已经是 花了大概有七个钟头啦 都可以了的啦 现在我们开始来 做这个 Rodichanai了 我就准备这样子啦 好 好啦 我就是 先涂点油 开门 开门 然后 61 拆了 两边 就可以了 不久了 只会开两边 鳝break 再来 把这个 拌 iTunes 这家店 已很大 不是专业的就是这样子做了可以慢慢在家里慢慢做 这个就是要给它薄了感到薄 那个口感就很好啊 好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我这个是老大的 老大的就要空的就是这样子拿去煎了 或者擀多一棍也可以擀它薄也可以或者这样直接下去煎就可以了 或者给它放多一下子15分钟才拿下去煎 就是这样子了 现在我就不等了 肚子饿了 现在拿去煎了 差不多都好了 我们就弄它 弄它里面 松松 很好吃了 太松了 只有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再做另外一个有蛋的 这就是骗子的螺丝展 来了 不会打的都会 如果完全不会打的话 就慢慢擀了 直接就是按按按按按按 直接擀它了慢慢擀 这个可以说是零失败了 然后敲一下 然后敲一下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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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了 我们去开锅了 准备一个平底锅 这个锅放油 也要多点 才漂亮的煎出来 这个有去 那些印度当妈妈当 有吃过的都知道是怎样子了 慢慢去煎它了 差不多了 看到吗 多煎几片就抓到了 那个火候 一个香喷喷的 罗里珍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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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出来了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的第45天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惯了有45天 差不多可以了 啊 去去啊 哇 听到声音吗 可以了 好了可以了 上盘了 啊 我们自己试一下自己做的罗里珍奶 有看到吗 哇 看这个 这个是我 那个是香喷 这个是冷冷 这个是黄花冰 这个是冷冷 我是黄香喷 那个是黄香喷 它靠住我 它也是要吃 好吃 好吃 味道不错 好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等一下 我要给它们看 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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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订阅我的频道 就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啦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影片上了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觉得好的话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恩有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刚才放的半汤匙盐 感觉好像差一点 再多一点 这个也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了 这个